章十六到十八节 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 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 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 圣灵和情欲相争 这两个是彼此相敌 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 但你们若被圣灵引导 就不在律法以下了 这是神的话 那姐妹请坐 接下来我们请斯恩来为我们正道 好 亲爱的金融姐妹们 不管是线上的还是线下的 祝你平安 那我们今天会透过加拉太书 五章十六到十八节 来跟大家分享 一些圣经的教导 那我们刚刚已经读过圣经 但是如果圣经在你的手边 那我鼓励你把圣经翻到 加拉太书五章十六到十八节 因为我们会仔细地来看 这三节经文 好 那我们在正式开始 信息分享之前 我们先来做一个祷告 亲爱的天父上帝 我们感谢你 我们谢谢你 为我们成就的这伟大的救温 使我们如今可以来到你的面前 进入到你的家中 成为你的儿女 使我们能够有这样的特权 聚集在你的面前 能够敬拜你 能够从你那里得到 我们内心中的平安 喜乐和满足 我们知道我们这样 被造和拯救 那是为了你 我们生命的价值意义都在你那里 因此我们今天就来到你的面前 我们恳求你 借着你的话语 再一次来挑望我们里面的信心 来更新我们的生命 把我们带到你的真理当中 让我们从你的真理里面得安慰 让我们从你的真理里面得自由 让我们就得着那从天上来的力量 在这地上竭力地做那完全的人 愿主祝福我们 引导我们 我们将来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那不知不觉 我们现在已经处在 2020年的年底当中 那我在家里面 和妻子 我的妻子时常感叹 这一年过得实在太快 因为疫情 自从今年三月份开始 一直到现在 我们大部分时间是在家里度过 有的人被迫在家里工作 有的人被迫在家里学习 那所以呢 对于这一段时间 在家里工作和学习的基兄姐妹 我不知道你们 在家工作和学习的感受是怎样 那不同的人的情况可能不一样 感受也就因此不一样 那我是一位目前正在学校 修课的 的神学生 所以我是 在这大半年内 都是在家里面 来学习 在家里的学 在家里学习对我来说 有一些挑战 我有两个可爱的儿子 所以对我来说 在家里学习 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我常常在读书的时候 被他们骚扰 他们常常会敲我的门 他们画了一幅 画之后拿来让我来欣赏 他们的大作 问我他们画得好不好 如果画得好 能不能表起来挂在墙上面 他们做了一个手工之后 他们来敲敲门 让我来看一看 做得怎么样 他们想让我陪他们玩 说好只玩一会儿 但是玩过之后 还要再玩一会儿 所以这些骚扰 再加上一些其他的诱惑 使我们无法在家里 专心地完成学习的任务 但是依然感谢主 感谢他的恩典 最后也都顺利地完成了 每个学期的任务 但是这个任务的完成的过程 是充满着挑战的 那我们今天的信息 不是谈论疫情期间 在家工作或学习的困难和挑战 而是在每个基督徒 成圣道路上 所遇到的困难和挑战 每个基督徒都蒙着走上 一条成圣的道路 这不是一条宽路 不是一条舒适的道路 这是一条不满荆棘的窄路 那在这条道路上 基督徒都会遇到许多挑战 包括撒旦的骚扰 今生的诱惑 肉体的情欲 他们没有办法让我们 专心地去做神所喜悦的事情 基督徒蒙着走在这一条成圣的道路上 不是要向他们妥协 而是要战胜他们 所以当神呼召我们走上这条窄路的时候 他也将胜过撒旦 胜过世界 胜过肉体的情欲的力量 赐给了我们 这力量是什么 这力量 就像我们今天的经文 所告诉我们的那样 是那住在我们里面 带领我们的圣 因此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 经文是 加拿大书五章十六到十八节 题目是 活在圣灵中 那我要跟大家分享的主旨是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依靠那位住在我们里面 就我们脱离律法的定罪 和罪恶权势的圣灵 就能使我们胜过肉体的情欲 依靠那位住在我们里面 又带领我们 使我们脱离律法的定罪 和罪恶权势的圣灵 就能使我们胜过肉体的情欲 我们今天要看的这段经文 非常的短 只有三节 但是在这三节经文中 保罗向我们阐述了 与成圣有关的 最根基性的圣经的真理 也就是圣灵 与我们成圣的关系 十六节一开始 以我说来开始 保罗在这一段经文的论述 我说这说明这一段经文 是保罗对加拉太信徒的劝勉 保罗在这里要教导他们 要怎样在地上过基督徒的生活 作为劝勉 这一段经文属于一个更大的段落 也就是加拉太书四章十二到六章十节 这一段大的经文中 保罗劝勉加拉太的基督徒 不要再被律法这一奴仆的恶所挟制 而是要过一个从律法中得自由的生活 保罗所强调的自由是福音的自由 这福音的自由向我们宣告 如今我们再也不需要靠行律法得救 而是要靠恩典得救 因此加拉太教会中的割礼派 也就是那些宣称基督徒 如果不受旧约的割礼 就不能得救 就无分于基督 是将律法的恶再一次强加在 加拉太教会的信徒身上 所以对于这一群割礼派人来说 如果不受割礼 基督就与你无异 但是保罗的教导与他们恰恰相反 对于保罗来说 如果他们受割礼 他们就与基督无异 因为靠行律法称义的 就是与基督隔绝的 就是在恩典中堕落的 因此保罗呼召加拉太教会的基督徒 要坚持福音里的自由 就像保罗在五章一节里所说的那样 基督释放了我们 要叫我们得以自由 所以要站立得稳 不要再被奴仆的恶挟制 这是保罗对加拉太教会里的信徒的 劝勉的核心 他们要守住那福音里的自由 他们要在这个自由上站立得稳 不要再被奴仆的恶挟制 不要再回到犹太主义当中 去靠行律法得救 因此福音的自由 就是脱离律法的自由 那如果说福音的自由 就是脱离律法的自由的话 那么这是不是意味着 我们就不需要遵守律法了呢 换句话说 这自由是不是就成为了 人们放纵自己情欲的机会呢 这是不是意味着 基督徒就没有任何的道德的约束 去做任何他们想做的事情呢 那为了澄清这一点 保罗在加拉太书五章十三到十四节中 这样说的 弟兄们 你们蒙招要得自由 只是不可将你们的自由 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 总要用爱心互相服侍 因为全律法都包括在爱人如己 这句话之内 所以对保罗来说 福音的自由没有取消我们 遵行律法的责任 福音的自由没有让我们去放纵情欲 福音的自由呼召我们去行完律法的要求 但是不是为了称义 不是为了得救 而是为了承胜 这福音的自由具体体现在 我们用爱心互相服侍的这个行动 因为在这个行动里面 律法都有完全 所以福音的自由呼召我们去行完律法 怎样行完律法 保罗告诉你一个总结式的答案 就是用爱心互相服侍 因为全律法就包括在爱人如己 这句话之内 所以基督徒要过一个 在福音里的自由的生活 而这个生活就是行完律法要求的生活 就是过一个用爱心互相服侍的生活 我们今天看的这一段经文 就属于保罗这一更广泛的劝勉 因此我们要把16到18节中的劝勉 放在这一更广泛的劝勉中来解脱 那在今天的这一段经文的上文 正如我刚刚跟大家所介绍的那样 保罗劝勉基督徒 要坚持福音的自由 我们说这福音的自由是脱离律法的自由 但是它不是放纵情欲的自由 但是这个自由 如何能够在我们的生命中 具体地表现出来呢 我们如何才能活出不相互吞咬 而是用爱心互相服侍的生命呢 这福音的自由怎样表现出来 保罗在16到18节中回答了这个问题 保罗警告加拉太基督徒 若相咬相吞 只怕要彼此消灭之后 他马上对他们说 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 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 所以他们如何才能做到不放纵情欲 如何才能做到不互相吞咬 如何才能做到用爱心互相服侍 保罗告诉他们 做到这一切的秘诀在于顺着圣灵而行 我们一起来仔细看一下 16节的文法 16节有两个句子组成 两个子句 这一句话由两个子句组成 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 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 那在原文当中 第一个句子是命令语气 因此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 是一个劝勉 是一道命令 他们要遵守的命令 而第二个子句 在原文里面不是命令语气 而是虚拟语气 这就意味着我们不能把 不放纵肉体的情欲 理解成与靠着圣灵而行 互相平行的劝勉 或者命令 换句话说第二个子句 不是一个命令 如果它不是一个命令 那它是什么 它是一个应许 它是一个结果 因此我们中文和和本的翻译 是非常准确的 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 然后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 不放纵肉体的情欲 是顺从圣灵而行的应许 或者结果 如果我们顺从圣灵而行 神给我们的应许就是 我们就能够做到 不放纵肉体的情欲 这是这十六节的文法要告诉我们 因此这两个子句 不都是命令 劝勉 当顺着圣灵而行 是命令 是劝勉 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 是应许 是结果 这是这两者之间的逻辑的关系 那么问题是 如何 才能做到不放纵情欲 不相咬相吞 用爱心互相服侍 如我们刚刚说是靠着圣灵而行 所以圣灵 和我们 成圣是有直接的关系 所以十六节像 跟我们谈到了圣灵 与基督徒的自由 之间的关系 圣灵是将福音的自由 成就在我们里面的那位 福音的自由 不可能在我们的生命中成为现实 除非我们里面有圣灵的内住 除非我们顺从 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 基督徒 对肉体的情欲 不是天然免疫的 十九到二十一节 告诉了我们 哪些事情是属于肉体的情欲 保罗在这几节经文中 告诉我们 肉体的情欲 不是难分辨的事情 它们是显而易见的 它们是哪些 保罗给我们列取了 一些肉体的情欲 但是肉体的情欲 远远不止这一些 保罗只是 立举出一些 这些肉体的情欲 来帮助我们理解 肉体的情欲 具体指的是什么 保罗在这里说 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 就如奸淫 污秽 邪当 拜偶像 邪术 仇恨 真净 忌恨 恼怒 保禄 结胆 纷争 异端 忌妒 醉酒 荒焰 等类 只要我们看一看这份清单 然后再看一看我们自己的内心 如果我们对我们自己是诚实的 我们就会发现 我们里面充满了这一些肉体的情欲 这份清单 这份清单就好像是一面镜子一样 能够显明我们的本相 它显明我们的本相 不是为了羞辱我们 而是要让我们谦卑在神的面前 寻求神的帮助和怜悯 而是要驱使我们 引导我们来到基督面前 在他里面寻找旧文 在他里面寻找盼望 基督徒不免疫于这一些肉体的情欲 相反 我们很容易屈服它们 ESV英文圣经将放纵情欲 这个词翻译成gratify 在英文中它的意思是满足 屈服或执行出来 因此放纵情欲的意思是 体贴满足你肉体的欲望 这些情欲是你所渴望的事物 就是你认为能够给你带来快乐 给你带来满足的事物 没有它们 你会觉得生命非常的虚空 没有快乐 没有幸福 举一些例子来说 对于一位不满足于自己妻子或丈夫的人 为了得到自己目前的婚姻中 得不到的浪漫的爱情 为了满足自己在目前的婚姻中 无法满足的性欲 他可能会在婚姻之外 从别人那里得到情感上或性欲上的满足 这叫坚言 我们当中有谁对他是真正免疫的 面对那些伤害过我们的人 我们当中有谁从内心里面不恨他们呢 这叫仇恨 我们中间谁的心中没有仇恨 我们中间有谁看见别人成功而不掩护的 有一位基督徒作者 他很坦诚地说 当他看见别人成功的时候 他就发现他里面某一个地方 就像死了一样难过 这叫嫉妒 我们中间谁的心里没有嫉妒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情欲不是外加在我们身上的 情欲不是别人迫使我们去做那些 我们根本不想做的事情 情欲是从我们内心里面生发出来 情欲是我们渴望去做的那些事 在这个世界里面 我们最爱的人永远是我们自己 这样的话 有谁不去体贴我们心中的欲望呢 我们所处的文化不断地在告诉我们 我们要去做我们自己 我们要去成为我们自己 意思是说 我们要满足我们里面 任何能够给我们带来快乐的欲望 所以我们的文化在告诉我们什么 你真实的自己 不是别人认为的你自己 而是你想成为的你自己 换句话说 你真实的自己 就存在于你的欲望当中 你真实的自己 因此是由你的欲望决定 因此要做我们自己 就意味着我们必须要满足我们里面的欲望 因此 我们现在所处的文化 是一个鼓励人们 去放纵情欲的文化 这是一个堕落的文化 我们确实要做自己 要实现自我 但是 那个你渴望要实现的真正的自我 不是由你的欲望决定 而是由创造你的神决定 他按照 他那拥有真理的人意和圣洁的形象 创造了你 因此决定你是谁 是神荣耀的形象 按照这个形象 他创造了你 因此真正的你 不在你的欲望之中 而在你的欲望之上之外 因为圣经要让我们 成为的样式 是神的样式 耶稣教导我们 要像我们的天父那样完全 保罗也教导我们 要穿上新人 这新人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 有真理的人意和圣洁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如果你想要改变 或实现你自己 请记得那个真正的你 在你的前方 在将来 这个你就是神按照 他自己的样式 所塑造的你 这个你 会在末世成全的时候 显明出来 这是真正的你 荣耀的你 这将来的你 是定义你现在是谁的你 如果你现在 对你自己 有很多的不满 如果你 发现你是一位 拥有像陈吉思汉那样 彪悍 暴躁的脾气的姐妹 不要灰心 因为在末世成全的时候 有一个完美温柔的你 会彰显出来 如果你早上对着镜子 观看你自己 发现你的眼角 又多了一些鱼尾纹 不要难过 不要灰心 这个世界里 一切美丽的事情 都会过去 但是在末世成全的时候 一个美丽的 让人感到惊叹的你 将会显现 如果你觉得 你自己不够聪明 不要灰心 因为一个决定 聪明的你 会在末世成全的时候 显现出来 因此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定义 你现在是谁的 是将来 在末世成全的时候 要显现出来的你 真正的你在哪里 那个你 将来的你 定义了你 现在是谁 因此我们蒙昭 做基督徒 就是要成为 那一个样式 这就意味着 我们不是透过 纵欲 来实现我们自己 因为那真正的 我们自己 不在我们的罪恶的欲望当中 与我们的文化 刚好相反 圣经呼召我们 要透过 胜过我们肉体的情欲 脱去我们的旧人的样式 来实现我们自己 也就是神那荣耀的形象 那摆在我们前面的心我 那么我们如何 才能做到 胜过我们肉体的情欲 保罗给出的答案是 顺着圣灵而行 那么为什么 顺着圣灵而行 就能够胜过肉体的情欲呢 保罗在十七到十八节中 给了我们一个具体的原因 这个原因就是 因为圣灵 使我们脱离了律法的定罪 和罪恶的权势 所以你要明白 十六节跟十七和十八节之间的关系 在十六节 保罗向我们宣告了一个 伟大的福音的真理 也就是那福音的自由 是透过圣灵在你里面实现 当你顺着圣灵而行的时候 你就可以 不放纵肉体的情欲 十七到十八节 保罗在解释为什么 为什么靠着这位圣灵 你就能够做得到 保罗给出的原因是 因为圣灵 使我们脱离了律法的定罪 和罪恶的权势 现在我们来仔细看 这两节经文 保罗在十七节中 向我们描述了一个 属灵征战的画面 这个征战是圣灵与情欲之间的征战 这两者都是在我们里面的 圣灵内住在我们里面 带领着我们 可是我们又活在 这个败坏的肉体之内 所以我们有肉体的情欲 所以在我们里面的圣灵 和在我们里面肉体的情欲之间 就互相的征战 保罗是这样说的 因为情欲和圣灵象征 圣灵和情欲象征 这两个彼此相敌 使你们不能做 你们所愿做 不是仅仅情欲跟圣灵相敌 也不是仅仅圣灵和情欲相敌 这两者彼此相敌 两者水火不容 两者处在一个 永远没有办法和解的状态之中 因此在你里面 就有这样的一个征战 这里的描述 与保罗在罗马书七章 十四到二十四节中 所描述的 灵与肉的战争相类似 这段经文 我可以读给你们听一下 罗马书七章十四到二十四节 保罗是这样说的 我们原晓得律法是属乎灵的 但我是属乎肉体 是已经卖给罪了 因为我所做的 我自己不明白 我所愿意的 我并不做 我所恨恶的 我倒去做 若我所做的 是我所不愿意的 我就应成律法是善 即使这样 就不是我做 乃是住在我里头罪做 我知道在我里头 就是在我肉身之中 没有良善 因为励志为善由的我 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 故此我所愿意的善 我反不做 我所不愿意的恶 我倒去做 若我去做 我所不愿意做的 就不是我做的 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 我觉得有个律 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 便有恶与我同在 因为按照我里面的意思 我是喜欢神的律 但我觉得肢体中 有另个律 和我心中的律交战 把我掳去 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 我真是苦啊 谁能救我 脱离这屈子的身体 这一段经文 能够跟所有的基督徒 引起共鸣 这可能是基督徒最喜欢的 圣经里面的一段经文之一 保罗在这里 讲述了他内心里面的 属灵的征战 保罗一方面 是活在圣灵中 另外一方面 他又活在肉体中 活在圣灵中 他是一个由圣灵驱使 掌管的人 他心里面喜欢神的律 喜欢得神的喜悦 但是当他想体贴神的意思的时候 他发现 他的身体里面 有另外一个律 与他同在 这个律 就是 肉体中犯罪的律 他觉得 这两个律在进行交战 最终 在一些时刻 那肢体中犯罪的律 把他掳去 使他去做 神所不愿意 他做的事情 也就是那些恶 所以保罗在这里感叹 他的艰苦 所以 在罗马书这段经文的描述 和我们今天这段经文的描述 是类似的 他向我们展现基督徒 处在这样的一个特殊的状态中 一方面 我们里面有圣灵的内住 使我们去渴望顺服神 但另外一方面 我们仍然活在 肉体的败坏当中 它使我们常常去体贴 顺服肉体的情欲 两者互相为敌 互相交战 永远对面 结果是什么 结果是 有时候 我们能够顺从圣灵 体贴神的心意 但是 更多时候 我们去做 我们所不愿意去做的事 也就是顺从 也就是顺从肉体的情欲 这个 圣灵与情欲的争战 就是基督徒 每一天 内心中 真实的争战 这个争战 一直在你里面 只要我们一日 活在这 败坏的肉体当中 我们就依然 会经历 这种圣灵 和情欲 之间的争战 这个争战 会一直持续 直到我们去建筑的那一刻 这就意味着什么 我们每天 都需要抵制 我们肉体的情欲 它考验我们的信心 考验我们的意志 所以与肉体的情欲的争战 就构成了 基督徒今世的苦难的一部分 我们蒙昭 是背起我们的十字架 来跟从耶稣 与肉体情欲的争战 是放在你身上的十字架 没有人能够替你背 因为你蒙昭 就是要与之争战 你蒙昭 就是要去胜过它 你蒙昭 就是要面对它 得胜它 而不是屈服它 满足它 这是你的十字架 这是你在今世 与基督一同受苦的特征 与肉体的情欲争战 所以保罗在十七节 向我们描述了这个争战的话 保罗似乎非常的悲观 因为这个争战是我们常常 去做我们不愿意做的事情 这个争战是我们没有办法去 体贴神的心意 去做神所喜悦的事情 所以十七节 似乎是一个非常的悲观的一节经文 但是到十八节的时候 保罗改变了这种悲观的口吻 虽然圣灵和情欲之间的争战 常常给我们带来挫败感 给我们带来挣扎 但是保罗在十八节中 给了我们安慰和动力 保罗在十八节中是这样说的 但你们若被圣灵引导 就不再律法以下 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 那住在我们里面 带领我们的圣灵 是使我们脱离律法的圣灵 因此在圣灵里 就不再律法以下了 再一次这里不再律法以下 不是不再需要遵守律法的意思 保罗不是在教导非律法主义 那我们这一段时间 都在讲加拉太书 我想俊强应该跟你们 强调的很清楚 律法主义跟非律法主义的本质是一样 如果保罗反对律法主义 在逻辑上 他也一定会反对非律法主义 所以当保罗说 我们不在律法以下的时候 保罗不是在教导非律法主义 保罗在教导一个事实 这个事实 是一个与救赎历史有关的重要的事实 在保罗神学中 那这里可能对你们来说有一点深 但是我们需要明白 这个与救赎历史有关的事实 这是关乎你的大好的消息 这是福音 所以我们需要明白 在保罗的神学中 圣灵和律法代表着两个不同的世代 圣灵代表的是那将来的成全的世代 这就是为什么保罗在论到我们复活的身体的时候 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那里 论到我们复活的身体的时候 保罗会说那复活的身体是属灵的身体 这就是为什么保罗在论到那将来的世界的时候 他称那个将来的世界是属灵的世界的原因 圣灵就是那一个世界的代表 律法在保罗的神学中 代表的是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世代 这是一个什么世代 这是一个在罪里面堕落的世代 因此这个世代 在律法的定罪和权势之下 这是这个世代的特征 他在律法的定罪之下 在罪恶的权势之下 在我们里面的圣灵和情欲的对立 在本质上就是这两个世代的对立 就是那将来的世代 就是那将来的世代和现在这个世代的对立 保罗在这里要向我们宣告的圣经真理是什么 当圣灵内住在我们里面的时候 我们就再也不属于现在的这个世代 而是进入到那将来的世代 作为属于将来世代的神的儿女 我们已经脱离了这个世代 我们脱离了律法的定罪 脱离了罪恶的权势 虽然我们现在还活在这个世代 但是我们已经不再属于这个世代 我们生活在这个世代里面 我们是谁 我们是神末世的儿女 我们属于那将来的世代 这将来的世代 就是启示录向我们描述的新天和新地 那个将要来临的新天和新地 透过圣灵的内住 现在已经实现在你们里面了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这就是保罗要向我们宣告的 福音的自由 我们不需要再等到新天新地 来年的时候 才可以进入到那将来的世代 那个将来的世代 我们现在已经在其中了 我们已经品尝到了天恩的滋味 因为我们现在活在圣灵中 这圣灵就是那将来世代的代表 亲爱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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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亲爱 这个福音的自由告诉我们 作为属于将来世代的神漠视性的儿女 罪恶已经不能再如意我们 罪恶已经失去了对我们支配的权利 我们已经从罪恶里面 从这个世代当中得了自由 因为圣灵已经将我们 从这个世代里面代理出来 把我们代入到那将来成全的世代当中 虽然我们现在依然还生活在这个世代 但我们不再作为罪的奴仆生活在这个世代 而是作为神自由的儿女生活在这个世界 我们是活在这个世界里面的神自由的儿女 我们脱离了律法的定罪 我们脱离了罪恶的权势 我们是这世代里面神自由的儿女 当罪失去了对我们的支配的权利之后 我们就可以与他们进行征战 并且胜过他们 没有什么罪恶 是基督徒胜不过去的 因为住在我们里面 又带领我们的圣灵 比万有都大 这就是为什么保罗在十七节中说 顺从圣灵 就可以不放纵情欲的原因 所以在这里保罗在论证什么 论证一个在十七和十八节当中 保罗在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事实 这个事实就是 圣灵 来住在我们里面 又带领我们的圣灵 使我们脱离了这个世代 脱离了律法的定罪 脱离了律法 罪恶的权势 因此 我们可以与罪恶进行征战 我们可以胜过他们 因为我们再也不是他的奴仆 我们是神自由的儿女 所以这就是我们的盼望 这是我们的盼望 真实可夸的盼望 我们常常屈服于我们肉体的情欲 但是在你失败挫折的时候 你要知道 你是神荣耀的自由的儿女 你不再属于这个世代 你属于那将来的时代 你不再 在罪的诠释之下 你已经从他里面得了自由 你现在可以不受他的支配 你现在可以与他进行征战 就意味着你现在可以得胜他 因为你是活在圣灵里面 这就是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 这一段经文的信息 活在圣灵中 活在圣灵中 就可以不顺从肉体的情欲 愿神的话 参存在我们里面 这一段经文的信息 就在我们里面